虽然不良人官方已经撤销天位设定了 但是天位设定早已被观众们接受 所以即使到了第五季 观众们也习惯用大天位 中天位划分不良人的武力等级 男星一直认为 武力等级是很有必要存在的 无论是武侠小说作品还是玄幻作品 都有对应实力的境界划分 以便于观众 读者 区分角色之间的强弱 不良人的天位设定是非常棒的 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画作品 取消设定更多的是官方自己把这个设定完崩了 并不是天位设定本身的问题 本期男星就来盘点一下 不良人中所有大天位的实力排名 首先声明 不包括李存孝将臣和二洞主 第十五名 巫王 这老小子垫底合情合理 巫王应该是最弱的大天位 与人战斗大都是偷袭 用巫术玩音的 最后为了控制兵神怪谈 自身修为变得不堪一击 巫王最弱还有一个原因 在第四季追杀李星云的时候 十一洞主出现之后 巫王吓得都不敢出手 第十四名 猴青 本来是想把猴青放在倒数第一的 他是在太能滑水了 猴青强的是人格魅力 战斗力在所有大天位中 是比较靠后的 主要是因为他的攻法缺陷太大 背中天位的尤川用血偷袭重伤 与牵手难对战的时候 被鲜血滑上 战斗难免会触碰到鲜血 猴青就算战斗力 比如今的李星云还强 但是气血路的缺陷 还是会拉低他的排名 当然 猴青距今为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是远远低于现在的李星云的 在就上饶公主的时候 猴青和八哥战斗 气血路转了半天也没控住八哥 猴青所修炼的功法弊端实在是太大了 总的来说 猴青也就比牵手难略高一筹 双方数次交手都在伯仲之间 第十三名 女帝 女帝很强吗 这就得看女帝有没有得到李茂贞的功力了 男星这里排的是没有得到李茂贞功力的女帝 与鬼王在抢夺茶壶的时候落了下风 女帝的实力 应该与止修行至圣乾坤宫的李四元相同 在大天位中是比较靠后的 当然了 要是女帝得到了李茂贞的功力 就另当别论了 第十二名 险餐 战斗画面不多 但是一个人就拖住救部和牵手难 实力比起侯卿要强上很多 牵手难也说了 打不过险餐 但是对付侯卿他们还是可以的 所以险餐比侯卿要强 第十一名 冥帝 谁说冥帝是最弱大天位的 冥帝可是能亲手封印鬼王的存在 当然封印鬼王肯定是用了阴险的手段 正面刚是打不过鬼王的 毕竟鬼王是个武痴 冥帝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弱大天位 主要还是因为死得太早 冥帝其实不弱 比起女帝是要强一些的 毕竟冥帝手底下领导的 都是一些骄兵汉将 女帝手下的圣机都是些大星位 小天位 冥帝是被不良帅用华阳针法打败的 不良帅亲自出手 冥帝实力自然不可小觑 第十名 鬼王 综合排名 鬼王能排到第十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战绩非常好 但是武痴这个设定就拉低了鬼王的排名 玩硬的他是玩不过李四元这些人的 经常有观众用鬼王对比李茂真 这两人要真打起来 鬼王还是要弱上一筹的 第九名 李克用 李克用一直隐藏自己的武功 在藏兵谷和不良帅硬刚 被巫王轻轻松松控制 死在李四元手中 李克用也算的厉害人物了 能和不良帅的天罡绝相持一二 把至圣乾坤宫修炼到了极致 六十多年的功力自然比鬼王要强上不少 第八位 李茂真 十二栋的巫谷之树 加上自身不弱于女帝的幻英卷 两种功法同时修行 自然比修行单一功法的人强太多了 战绩比七鬼王也不遑多让 一个人对付中天位时期的 李星云 张子凡 陆灵轩和李大白 再加上两个滑水的大天位 比鬼王当时对战李星云等人要难很多 因为陆灵轩有精残在身 李茂真的古术无法施展 才落了下方 第七名 张玄灵 张玄灵作为玄武山的天师 实力非常恐怖 明帝率领整个玄冥教都没攻下来天师府 后来李四元又来偷家 张玄灵遇到之后还把李四元打伤 先后对战明帝和李四元 这种战斗力已经是大天位里面的佼佼者了 后面因为失去儿子得了失心风 武力值下降了不少 二十年来没有正常过 后来遇到李四元 依旧能打得不相上下 张玄灵排在李茂真前面 是因为武雷天心绝天生就克制五谷之术 所以李茂真遇到全胜时期的张玄灵 应该会弱上一些 第六名 汉拔 师祖汉拔的实力比鬼王强 应该不是问题吧 第五季和李星云战斗的时候 武功招式和力量比拼都占了优势 汉拔虽然看着块头很大 但是速度一点也不慢 一个瞬间就把通文管的伤给秒了 防御力 力量都极为恐怖 能抗能打吧 而且汉拔最出名的还有爆破 是一名群攻属性的战士 侯卿也是师祖 为什么和汉拔的排名差了这么多 谁让侯卿弱点太明显呢 第五名 十一洞主 十二洞很强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强的离谱 十一洞主和侯卿一样 逼格是远远高于实力的 在所有手段都用的情况下 十一洞主的实力 和第四季爬上悬崖的李星云不相伯仲 当时李星云要是不用气惊 而是直接刺洞主的喉咙 还是有可能杀死他的 第四名 李存李 李四元手下第一大将 一人对抗李星云和姬如雪 虽然落败 但是很明显他没有使用权力 而是没有想到李星云会偷袭 吃了一个暗亏 李存李对战李星云时候 他的表现比起十一洞主要好很多 用剑挡住了姬如雪和李星云的剑 被气筋吹掉帽子 明显有些生气了 想继续战斗却被李四元阻止 李存李在生气的情况下 李四元一句话 他就能快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种性格就注定了 他实力不能只看表面 而且他的武器也很刁钻 危险程度远超十一洞主 第三名 李四元 至圣乾坤公和五雷天星爵同时修行 如今的李四元已经脱胎换骨 虽然没有得到五雷天星爵的总杠 但是已经不会被反噬 如今的李四元可以说 至圣乾坤公练到极致 五雷天星爵练到大成 实力深不可测 第二名 李星云 七金 华阳真法 天刚爵 七星爵 这四大爵雪 足以让李星云成为不良人的战力天花板 但是截止目前 李星云还没有把这些爵雪融会贯通 对战大天位还做不到营刃有余 与李星云对战的基本都是中天位 对战汉拔 李存李这种大天位 都无法做到像秒杀中天位那样干净利落 李星云的高光时刻 还是得看第六集 如今的李星云 还无法排在第一位 第一名 银沟 银沟的战斗就出现过一次 一招秒掉八野的所有徒弟和士兵 只是抓住八野的胳膊 八野整个人就坍塌了 这种表现力 如今的李星云还做不到 银沟的战斗方式也很诡异 根本没有碰到八野的徒弟 他们就死亡了 体内的骨头经脉自动错乱 说银沟是如今的战力第一 一点也不为过 银沟的出现就是为了制衡 平衡李星云和李四元双方的实力 如今李四元这边就李存李和他自己两个大天位 李星云这边有侯青 汉拔 幻音坊 如果打团 李四元根本无法对抗 银沟加入李四元 就能弥补双方实力上的不足 所以银沟目前排第一 合情合理 最后是无冕之王 姬如雪 说实话 不良人官方给姬如雪的实力太迷幻了 一个人单打独斗不是八野的对手 更是被八哥轻松拿下 但是姬如雪曾经和李茂真打了一夜 和李存李打了老半天 与李星云联手更是击败了李存李 姬如雪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血定恶的姬如雪 实力在三个天位中来回切换 是强是弱 主要看与他对战的人是谁 有观众调侃说 姬如雪和导演绑了双生仗了 无论如何也死不了 好了 本期的不良人大天为排名讲完了 对于文中的排名 大家有不同的见解 可在下方评论或私信男星 看完以后请给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